如果让你来回答 什么是中国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 比如说有的人 会用国界去界定中国 确定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 就是中国 而其实今天中国的国界 也仅仅只有70多年的历史 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 各个王朝的边界 也都是非常模糊的 那另外 可能有的人会用民族去界定中国 但话说回来 现在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 56个民族 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甚至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 也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民族融合 有的人可能还会用文化去界定中国 因为希望某些国家 就可以合在一起 称为基督教世界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 中国是否能被称为儒教国家呢 这么一想 其实好像也不太对 在中国 佛教和道教也很兴盛 甚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在中国也可以生根发芽 那么中国究竟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大黄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 叫做说中国 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作者在定义中国的时候 把它概括成了四个字 那就是天下国家 意思呢 就是在历史上 中国这个国家是没有地理边界的 历史上的中国 是通过吸引周边地区的认同 不断地扩大自己范围的 那也就是说 历史上中国是没有国界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想结合这本书的观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天下国家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隋唐时期 能够造就天下国家的巅峰 它是由什么样独特因素造成的 而中国的天下国家 为什么又在明清时期走向了衰弱 关键因素又是在哪里 我想了解天下国家这个概念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 去更好地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也能够让你从一个更深刻的角度 去看待现代中国的发展 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 好好地看完这期视频 那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天下国家的内海 到底是什么 它是怎么产生的 所谓天下国家 就是一个没有地理边界 只有文化边界的国家 边界外部的族群呢 如果认同了边界内部的文化 也可以成为天下国家的一部分 那天下国家呢 因此就得到了扩大 那这个听上去啊 好像有一定复杂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追溯到 天下国家的起源的话 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概念了 天下国家呢 其实是早期中国面临的 特殊地理环境塑造出来的 我们中华文明 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 和中华文明同时出现的 还有印度和流域的古印度文明 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 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 那如果展开世界地图的话 你就会发现 无论是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 还是古巴比伦的两河文明 规模呢都比较小 那印度河文明啊 其实是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 西边呢是山脉 东边是沙漠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封闭狭小的空间 但是黄河流域诞生的这个文明 却不一样了 它的四周呢 都相对来说广阔平坦 拥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那我们的祖先 就站在这样一片土地上 举目丝望 广阔无遗 那这个呢 就激发了他们探索的欲望 也促使了他们产生了一种想象 那就是把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 看成是整个世界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的起源 那正是在天下概念的影响之下 上周时期呢 就出现了同心院的治理模式 商朝和周朝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 不断扩大统治的范围 那商朝曾经频繁的迁都 关于这个背后的原因呢 这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呢 说是因为洪水的泛滥 有人说是因为战争 但不管哪种说法 商朝频繁迁都的结果 是不容置疑的 那就是它的影响范围 逐渐超出了黄河中游 开始覆盖到了黄河下游 淮河流域等等地区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中原 那商朝后来呢 又被周朝所取代了 周朝建立起来政权之后 向各地派出移民 建立起了更多的城邦 覆盖了更大面积的土地 那说到这里 我们呢 要尝试着去理解 当时人们的心理 他们望着四周 无边无际的土地 开始尝试着 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并不像 其他文明的人类那样 走着走着 就遇到了沙漠 山脉 海洋等等的 天然的地理边界 那他们呢 也就不会产生 关于边界的意识 于是呢 他们就会越发的 坚定的相信 自己所处的是一个 没有边界的天下 所以呢 他们为了治理 这片土地的建设的制度 从一开始 就不是在建设一个国家 而是为了治理 整个天下 那商朝呢 就发明了一个 同心园的模式 也就是从统治的中心出发 不断的向外围 扩展势力 形成不断扩大的 同心园 那商朝的国度 是一个大型的都市 外围呢 居住了许多的王族 共同保卫着国度 而更外围的地方 是一些中小的城市 由国度派出的使者 来负责监督 那再外围呢 是一些和商朝 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城邦 而最外围啊 是一些被称为 方的族群 比如说鬼方 那这个族群和商朝之间 曾经发生过战争 那在周朝 成功取代商朝以后呢 就取得了中原地区的统治权 把统治中心 放在了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 并且还在今天的河南地区 建造了洛邑 以方便其统治中原地区 周朝也建成和发展了 商朝的同心园模式 以国度为中心 通过宗法制和分分制 在全国建立了 大大小小的诸侯国 诸侯国呢 要定期朝建周天子 向周天子缴纳功夫 派兵随同周天子作战 那说白了 就是周朝呢 把商朝的同心园模式 进一步的制度化了 中原地区呢 以周天子为中心 具有了一定的向心理 得到了初步的整合 于是呢 周朝就成为了一个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天下 那因为缺乏地理上的天然边界 周朝人呢 也就没有产生 以地理划分边界的意识 那说到这里啊 问题就来了 他们是怎么区分 自己人和外人的呢 答案就是通过文化 这里的文化呢 也并不是特别抽象的东西 其实啊 主要就是生活的方式 梁河流域的人呢 会向四周移民 最后啊 总会遇上一些周边地区的人 那他们吃的穿的 和自己不太一样 那这种不一样呢 很自然就会变成了 区分自己人和外人的标识 比如说 儒家经典礼记里面 就给这些人 都起了一个代号 东边的叫做夷 西边的呢 叫做戎 南边的呢 叫做满 北边的叫做笛 那这些字啊 其实都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 东边的夷 这个夷字呢 在字形上面 就是一个人背着一张弓 那这个 其实就是在说 他们是以打猎为生的 那再比如呢 北边的笛 这个笛字啊 就是凡犬旁 加上一个火字 其实啊 就是描绘了这么一个场景 晚上呢 放牧的人 带着牧羊犬 守在火堆旁边 反反猛兽来 叼走牛羊 那这个啊 就说明北边的笛啊 是以放牧为生的 那周朝人 看到这种文化上的区别 就很自然的 把文化作为了 区分内外的边界 那接受中原文化的 就叫做华夏 不接受中原文化的 就叫做遗笛 这就是所谓的 华裔之分 那这里所谓的 中原文化呢 也就是周朝的 礼乐文化 而礼乐是西周的 周公制定的一套制度 礼呢 就是指日常生活当中的 各种礼规范 可以具体到 穿什么衣服 吃什么食物 乐呢 就是由政府制定 和颁布的音乐和舞蹈 那周公啊 就相信 他们呢 具有教化人性的作用 那周朝纷纷出去的 诸侯国呢 都奉行礼乐文化 是否奉行礼乐文化 就因此成为了 区分华夏和遗笛的标志 话说回来 这个区别 并不是绝对的 遗笛如果接受了 华夏的文化呢 也可以成为 华夏的一部分 那周朝为了开发 今天的山东半岛 就曾经让江太公 去那里建立了齐国 负责同化当地的族群 也就是所谓的东义 那到了战国时期呢 原来的东义 就变成了齐国的百姓 也就融入到了华夏里面 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 在当时是非常常见的 通过这种文化上的同化 华夏就在不断的扩大 那中国呢 作为一个天下国家的出现 也就因此而诞生了 但不得不说 这个出现啊 在当时并不是很完善 还非常的脆弱 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连华夏文化圈内的 各个诸侯国之间 也会不断的爆发战争 这个呢 就会进一步唤醒人们 对于天下国家的向往 那接下去啊 我们就来谈一谈 天下国家的发展历程 在诞生于战国时期的 春秋公洋传里呢 就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设想 要想建成天下国家 就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叫做 内齐国而外诸夏 就是说呢 华夏文化圈 分成了许多的国家 各个国家呢 都把其他国家 看作是外人相互提防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战国时期的状态 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 就叫做 内诸夏而外移地 就是呢 华夏文化圈 已经统一了 成为了一家人 但是呢 还有一些周边地区的人群啊 不肯接受华夏文化 他们呢 也就是所谓的移地 那相对华夏一样 他们呢 仍然是外人 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呢 就叫做 天下大小 远近若一 就是 普天之下 都成了一家人 就再也没有什么 华夏和乙地之分了 彼此之间的界限呢 就彻底的消除了 这个 虽然是儒家的思想 但是中国的历史啊 还真的 就是按照这个逻辑 走了下去 比如说 秦安时期呢 就是第二个阶段 华夏文化圈啊 获得的统一 但是和北方游牧民族呢 仍然保持着距离 那到了隋唐时期呢 就是第三个阶段了 东亚大陆上的各个族群啊 都被纳入到了 天下国家的体系之中 那我们呢 就可以先来看一看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啊 完成了一项 重要的历史任务 那就是 把华夏地区 统一为了一个整体 为此 秦汉时期呢 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 那这些建设啊 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 政治 经济和文化 在政治上呢 通过秦汉两大的努力 建立起了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秦汉呢 把权利直接贯彻到了基层 对居民呢 进行了管理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到 当时的政府呢 掌握了每一个基层社区的人口数字 以及每一家的产业 政府征收人头税 也是由居民社区里的 管理们负责收集的 由此可见 政府通过基层组织 已经直接介入到了 所有人民的生活当中 对人民呢 进行了集中的统一管理 那在经济制度上呢 秦汉也追求集中统一 秦汉皇统一了壁纸 发行了秦半粮 秦汉时呢 又发行了五朱钱 那五朱钱 重粮适中 依于携带 而且壁纸和信用长期稳定 甚至在汉朝灭亡以后呢 五朱钱还一直沿用到了唐朝建立 那除了货币之外 秦汉时期呢 也完善了遍布全国的交通网 这个交通网 在秦汉 其实已经建立起来了 而在汉朝时呢 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比如说 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啊 就描述过当时中国的道路网 已经是三纵三横覆盖了全国 那在这个道路网上呢 作为国家行政单位的郡县 也是各类商品的集散中心 那这个呢 就使得政治和经济相互配合 发挥出了强大的凝聚力 而其中 最能反映秦汉帝国集中统一的 就是当时的思想文化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呢 就开始着手进行统一思想的工作 秦朝的做法叫做 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就是禁止民间私自讲学 不允许民间私藏医学 众术占卜以外的书籍 交易活动呢 主要通过官吏传授学徒的途径来完成 传授的内容 当然主要就是国家的法令 但是这种做法的效果 其实并不是很好 因为秦朝的法律呢 只是用于秦国 而原来山东六国的民间封锁 是相互违背的 比如秦朝规定 要实行连做法 要求邻里之间呢 相互监督 如果发现有人犯罪了 要向政府主动举报 否则也要被一同问罪 但是在原来的山东六国 邻里之间讲究的就是 互帮互助和谐友爱 那秦朝的法律和民间风俗之间的矛盾 就成为了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那到了汉朝中期呢 汉武帝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把儒家作为了统一思想的工具 那这一点就既实现了目的 也没有导致秦朝那样的问题 因为呢 儒家本来就不是国家制定出来的 而是扎根在民间风俗文化当中的 比如说啊 儒家讲 对父母呢 要孝顺 对兄弟呢 要友爱 对邻居乡亲们 要和睦 那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那国家宣扬这些道义呢 和民间的封锁 是没有抵触的 所以国家对儒家的宣扬 也就使得整个华夏地区 慢慢的就被儒家所同化了 人们的思想呢 也就慢慢的被儒家所统一了 其实通过这些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秦朝时期的主题呢 主要就是集中统一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 三个方面的建设 把华夏文明区啊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整体 对外呢 也具有了强大的刺猬能力和吸引力 那在北方呢 秦安王朝的防御啊 最终打败了匈奴 汉朝呢 还打通了通往西域和中亚的丝绸之路 获得了新的物资 彻底的改变了中国的文化面貌 那在南方呢 秦安王朝不断的扩大统治的范围 逐步的将东南沿海地区都纳入了统治 在山地齐区交通不变的云贵地区 秦安王朝呢 也在群山当中建立起了若干据点 华夏文化圈的外围啊 也因此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大 不过 秦安王朝虽然是华夏文明圈获得了统一 但是和理想当中的天下国家 其实呢 还有一定的距离 比如说 北方的匈奴就是一个重要的威胁 那直到东汉时期 中游王朝呢 还和匈奴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最后啊 匈奴虽然因为汉朝的压力 向西逃走了 但是显卑等民族呢 又趁机崛起了起来 成为了新的威胁 所以在这个时期 中游王朝和游牧民族之间的界限 是非常明显的 长城呢 就是这道界限最形象的写照 那在之前的视频里 其实我们也分享过 不过 后来到了隋唐时期 这道界限就慢慢的消失了 唐朝建立起了一个完全开放的天下国家 从东亚的浩瀚海洋 到中亚的草原沙漠 各个族群呢 都有大唐为核心 成为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意愿 甚至连那道划分中游王朝 和游牧民族的界限 长城啊 也在唐朝被遗弃了 唐朝成为了天下国家的巅峰 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唐朝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啊 如果我们申拜一下历史 就会发现 原因呢 就主要是在于 唐朝做到了三个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制度五边界 所谓制度五边界 就是指唐朝呢 融合了中原王朝 和少数民族的制度 在隋唐以前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就导致了不同的制度 相互混杂在一起 所以呢 隋唐统一中国之后 就要从这些 之前混杂的制度当中 选取精华 重新融合 那唐朝呢 在这一点上 做的是特别成功的 比如说 唐朝有个重要的制度 叫做 辅兵制 是一种 兵农合一的制度 农民呢 平时种田 农贤的时候啊 就编入一个叫做 军府的机构 接受训练 那到了战争时期呢 就上马打仗 辅兵制 本来啊 其实是显卑人 进入中原以后 建立的制度 那当时建立的出众啊 其实就是种族隔离 显卑人呢 负责打仗 汉人呢 负责务农 那为了把显卑人和汉人分开 就专门设立了军府 把显卑人 编入军府 担任职业军人 由显卑贵贵族来统帅 那后来 唐朝对显卑的辅兵制 就做了两点主要的改动 第一点呢 就打破了种族隔离 无论是汉人 还是显卑人 既可以务农 也可以当兵 于是 辅兵制的性质啊 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从一种种族隔离的制度呢 就变成了一个 农兵合一的制度 而第二点呢 就是统帅辅兵的最高司令官 从贵族变成了皇帝 本质上是往显卑的制度里面 加入了汉人的制度的色彩 而类似这样的例子 其实呢 还有很多 而唐朝呢 正是用这种开放的心胸 融合了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制度 创造出了一套新的制度 而这套制度啊 不仅对汉人适用 对少数民族也适用 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无边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文化无边界 所谓的文化无边界 就是指唐朝能够主动的吸纳 外来文化 比如说在日常的服饰当中 唐朝的服饰 不同于传统汉服的宽袍大袖 而是吸收了胡服的窄袖 收腰等等特点 那在饮食方面呢 各种都有胡子的食品 比如说胡椒 也上了汉人的餐桌 甚至来自印度的数学和医学 来自中亚的天文学 都被纳入了中国的文化系统当中 而更重要的是呢 在思想领域当中 隋唐时机并没有像汉朝那样 利用儒家思想 追求思想上的集中统一 而是对于各种思想和宗教 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比如说在这个时期 佛教呢 就逐渐本土化了 产生了禅宗 那后来呢 还传播到了日本和朝鲜 而中亚的摩尼教呢 还有基督教的意志 也就是锦教 都通过外国商人 传入到了唐朝 那这些宗教的共同特点 就是都相信救世主将会降临 并拯救大众 那这种理念呢 后来又被中国民众所吸收 产生了新的信仰 比如说圆明两代的白炼教 就是这种影响下的结果 而伊斯兰教呢 这时也通过西亚和中亚的商人 传入了中国 在陕西的关中地区 沿海的泉州 扬州和广州地区 都建立了相当大规模的清真寺 那总之啊 唐朝对于宗教信仰呢 都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 那这个其实就反映了 唐代文化宽宏的气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外交物边界 这个是唐朝最有意思的一点了 也就是对外关系上来者不拒 如果说秦安世界的长城 还可以被视为是某种边界的话 那么唐朝可以说是一个 真正消灭了边界的天下 唐太宗呢 曾被草原上的部族尊为天克汗 也就是说 唐太宗既是中国的皇帝 也是草原上部族的大汗 是全天下共同的领袖 那少数民族的领袖 都向唐朝表示臣服 那这些领袖呢 都有大都户 大都督之类的称号 有的还被加上了唐朝的官显 甚至呢 当时日本列岛上掌握最高权力的将军 头上领着一个唐朝授予的大都督的头衔 而更有趣的是呢 唐朝的官僚系统 对所有的民族都是开放的 甚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人 也可以在唐朝参加课举考试 那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王朝 就派了一个叫做崔志远的人 他呢就在唐朝考中了进士 还当上了县位 而日本也有这样的例子 他们派到唐朝的留学生 阿贝重马吕呢 也考中了进士 后来做官 还一直做到左扇旗尝试 也就是皇帝的顾问 那像唐朝这样 把自己的政权也对外国人开放 允许外国人做官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外交无国界 那也就是做到了制度无边界 文化无边界 外交无边界 唐朝才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下国家 那也就是说 天下体系从秦汉到了唐朝 就发展到了最完善的状态 那接下去我们就来说一说 天下国家是因为衰弱下去的 我们刚刚说了 唐朝是天下国家体系的巅峰 从此以后 这个体系就已经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以至于到了明清时期 中国不但不具有天下体系的包容性 反而向了封闭和僵化的状态 而这个背后 其实就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在文化上 明清时期的中国 文化已经失去了开放和包容的气度 主要走向了封闭和保守 那这种现象就起源于宋朝 在政治上 明清时期的皇权过于强大 就导致了社会陷入了僵化 失去了应对变化的弹性 那这种现象的起源就来自于元朝 那接下去 我们先来说一说文化方面 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 是陈珠礼学 那陈珠礼学 是一套极其严密的思想体系 它有两个核心的观念 一个叫做天理 也就是万事万物的终极依据 无论是自然界的四级更替 还是人世间的君臣父子 归根结底 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叫做天理 比如说我们今天还在说的 天理良心 伤天害理等等 其实都是陈珠礼学 在语言上遗留下来的 那另外一个观念叫做道统 礼学家们相信 中国的学问就是汉人的学问 这种学问的核心叫做道 这个道从上古时期的顺遥开始 代代相传 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就叫做道统 那道统就是区分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主要标准 那你看陈珠礼学的这两个核心观念 刚好就反映出了它的两大特征 天理反映出了它的严密性 如果把陈珠礼学看作是一张覆盖一切的大网 万事万物都是这张网上的网眼 那也就是目 那天理就是提网的网生 也就是刚 刚举目章 整个社会都会被天理规定好了 你按天理的规定去做就行了 但是社会也因此而失去了弹性 那道统反映的其实就是陈珠礼学的保守性 儒家学者发明道统这个词 其实是为了强调汉人文化的独特性 用汉人的文化去对抗外来文化的影响 那中国文化的风格也就从此 从开放辉煌变成了内向保守 那陈珠礼学是在宋代形成的 其实宋代并不是一个天下国家 它只是东亚大陆上多国体系当中的一员 和宋朝并立的辽、京、西夏等国 都对宋朝虎视眈眈 那宋朝在这种压力之下 就失去了唐朝那种自信 转而强调汉族文化的特殊性 希望能够把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 给区分开来 于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就重新进行了提纯 而陈珠礼学就是提纯之后的产物所在 那这个也就意味着 中国文化从石墨变成了金刚石 虽然看上去更加的纯粹和严密了 但是因此也失去了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的空间 那这种文化上的保守 也就导致了后来对外关系上的封闭 我们可以看到 16世纪以后 明朝就开始实行海禁 不再鼓励海外贸易和移民 使中国开始落后于全球化的大潮 那明清两朝 中国在对外科技交流上逐渐之后 对于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 也无法像唐朝那样 对其加以吸收和转化 最终就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 那说完文化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政治 明清时期 中国政治开始向皇权专制转向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 打破了皇权与文官系统之间的平衡 官僚系统完全成为了皇权的附庸和奴隶 明朝还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等特务机关 他们专门为皇权服务 宦官单权在汉朝和唐朝其实都出现过 但只有在明朝 宦官才作为皇帝的代表 拥有了随时随地兼是官员的权利 而明朝还设立了停障的制度 大臣们如果在朝堂之上惹怒了皇帝 就可能会当场受到刑犯 甚至会被活活的打死 那在以前的朝代 皇帝和大臣之间还保持相互的尊敬 但是在明朝官僚系统很难对强大的皇权形成制衡 明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后来又被清朝所继承了 清朝以八旗武装力量为政权的基础 本质上就是一个靠武力控制维持的政权 而清朝的权力核心先是内阁 然后就是军基础 其中基本结构都是皇帝自己掌握大权的 再加上一两位亲王作为帮手 再配合几位大臣就组成了君主决策的中心 那在这个中心决定的事情 会直接交给政府的各部门去执行 政府部门其实是没有反驳的权利的 那在汉代呢 还有提议制约皇权 唐朝呢 则有三审制约皇权 那这些制度在清代则完全的消失了 而其实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话 就会发现 中国现有皇权专制 起源其实还是来自于元朝 我们都知道元朝是一个征服者建立的王朝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呢 就存在着明显的等级之分 统治者对人民主要采取的就是武力控制的方式 那元朝呢 就曾经实施科举制度 但是入取的人数相比宋朝啊 大为的减少 就导致汉人如生呢 无法承担起社会经营的功能 那在中国传统王朝当中 皇权与文官体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啊 就被打破了 而政治上的专制呢 就扼杀了社会的活力 那到了明清时期 文人士大夫啊 就逐渐成为了皇权的附庸 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创造力 甚至中国的艺术 在清朝也只能没守成规 比如说 清代的绘画呢 几乎都是模仿过去的作品 因而呢 缺乏了原创性 而清朝的艺术成就呢 还主要体现在小说和京剧上面 但是这些啊 基本上都是社会边缘人士 所创作的作品 而与士大夫阶层啊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一个僵化的社会 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之时呢 当然就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 清朝的士大夫啊 面对西方的先进科技 第一反应啊 不是主动的学习 而是盲目的排斥 能够放下姿态 主动向西方学习的 只是凤毛拎脚 那这个啊 就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的封闭和落后 这一点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 也分享过 文化上的封闭 和政治上的专制呢 就导致了中国 失去了天下国家的贵管 以至于近代中国 在面对西方入侵的时候 失去了及时反应的能力 在西方的压力之下 天下国家就成为了历史 最后啊 我想说 现在中国呢 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 具有明确边界的国家 我们呢 可以在地头上 清晰的看到我们的国界 国界上呢 也树立了明确的戒备 而且 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的时候 也更多的关注的是 它的独特性 而不是普世性 也就是说 中国文化 是中国人的文化 而不是一种 世界性的文化 那说到这里 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了 中国天下国家的历史精神 那总结起来呢 就是有三个点 那第一个啊 就是古代国家 是一个天下国家 也就是一个 没有地理边界 只有文化边界的国家 这是由古代中国 面临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在上朝时期呢 就显露出了雏形 那第二点呢 就是天下国家 在秦汉时期 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这就表现为 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 而在隋唐时期呢 则达到了它的巅峰 表现为 制度无边界 文化无边界 外交无边界 那第三点呢 就是天下国家 在明清时期 走向了僵化和保守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陈珠理学的出现 导致了文化走向保守 以及 元朝的专制 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 那这个呢 就导致了社会失去了活力 那我想呢 通过这样的分享 你应该大概已经了解到 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 同时呢 也能够通过这样的历史去思考 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 我们呢 应该如何利用现有的文化和制度 站在历史的角度上 去谋取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是大黄 有幸跟你一起看世界的变化 见证大国的崛起 欢迎你为我们留言点赞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成长路上最大的动力 订阅我 了解更多中国故事